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观众 很欢迎你来收看这个节目 在这集里面我们会看到一间非拉铁飞的教会 神为他打开了福音之门 我们先看到神他对自己的称呼 他说我是一个怎样的神呢 很清楚的他就说到 你要写信给非拉铁飞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约事 开了就没人能关 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 这里是讲什么叫大卫的约事 原来这里有一个背景 就远追索去以赛亚书 第22章 当时有一个人就是财政师 管住那个庫房 但他就办事不力 做事就没有尽责 不要想着这个一定是铁饭碗 于是王就要把他废了 神怎么来说呢 好大家听我来读出以赛亚书 第22章第15节开始 主万军之谣说 这样说 你去见掌银富的 就是家宰赦白了 对他说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有什么人竟在这里来作坟墓 就是在自己高处来自己来作坟墓呢 在盆石中为自己作出安身之所呢 接着就说到神的审判 他说到 你借主人家的羞恥 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 也必在那里死亡 第19节 我必赶索你离开官职 我必从你的元位切下 第20节 到那日我必照我仆人 希腊家的儿子以利亚境内 将你的外婆给他穿上 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 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 他必作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 留意了 第22节 我必将大卫家的药士放在他肩头上 他开 无人能关 他关 无人能开 我必将他安稳 像钉子钉在坚固处 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 他父家所有的荣耀 结果神就说要切换这个人 再换另外一个忠心的人 就是希腊家的儿子以利亚境 他就说将大卫的药士交给他 他管理这个财政 是非常丰富 他说开了就无人能关 关了就无人能开 这个就是说到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有神所赋予他的权柄 他要赐福谁就赐福谁 如果那个人命运不灵的时候 神就不会再来带他去给任何祝福他 有哪一个可以影响到我们的主 他有他自己绝对的主权 当然他的主权是绝对不是任意妄为 所以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 不要想着你有这个位置就安然 今天我看到有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 特别有些的牧者 可能刚刚出来侍奉就很热心 可能做多几年就会走精便 就来带他去懒了 这个不是一生一世 神就没了你又不行了 如果神给你很多机会的时候 你都不去好地悔悔的时候 神就会把你切换 就用另一个人来代替 神亲自立素罗 对不对 但是素罗有一次又一次 违背神的命令 纵密卿神 没有听神的命令 神给他很多机会 神说要切换他 他都没有这个醒觉 结果经过一段年日 终于的 由大位取代他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谨慎我们所做的事 不要兴认 不要兴认 这个位置必然是这样 神可以兴起 你也可以将你来带人去 误压下 但是当然 这里是讲到 耶稣基督拿着大位的弱事 意思是什么呢 神是一个很丰盛的神 他会赐福给我们 就是开你没有人能关 关你没有人能开 他有这个主权 但是现在耶稣将这个的权兵 赋予给什么 给菲拉铁非教会所做 好了第八节 我们看回启示录 第三章的第八节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命 可能我就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躺开的门 是没有人能够关的 你留意到 第一 神知道我们的行为 我们做什么 别人不知道 神是知道 你可能做得很高调 很多人都欣赏 但原来你没有用心去做 你没有好好的准备 神是知道 神不会赐福你 又或者 你默默的为主 你带着去做一些工作 没有人知道 但是神是知道 神是会按我们的行为 带着去审判我们 好了 接着他说 你略有一点力量 请你留意 原来不是 他有很丰厚的财富 他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物质 有很多的人手 从人体上来 在当日的教会 他们是很卑微 非拉铁非的教会 不是好像老底家的教会 那么多资源 不是那么富有 但是神不会用老底家教会 因为他们没有心 但是神是用 非拉铁非的教会 因为他们有这个心 他们只是略有一点力量 但是不要忘记 神会给他们力量 神就说 我为你开一个门 好了 不单单有力量 还有你留意一下 你有一层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命 我们怎么可以 给神用得着呢 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 坚守神的道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 来遵守神的教导 神绝对不会用一个 常常违反他心意 在道德生活上是偏差 和没有遵守神的教训的人 这些只是叛逆之子 但是一个基督徒 说他们不觉得自己有这么强的恩赐 但是你坚守神的道 你爱慕神的怀疑 还有没有弃绝神的名 就是说他们面对迫白 冲击苦难的时候 他们仍然来带去坚守这个信仰 正正这一份的忠心 神才可以将更大的事 托付给他 你想想如果一遇到困难 你就来带他去畏缩 你就来带他去逃避 你就来带他去退缩 神还怎么会将更大的使命 托交给你 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 你带他去反省 怎样神可以用这个人 怎样神可以用那个人 怎样神你没有用我 不是神的偏心 我多次都说神有他的主权 但是神的主权 绝对不是胡作妄为 他都会根据这个人 那个心态是怎样 来用他 正如神会选择雅各 雅各其实是 在某个程度上是比乙数差很多 乙数反而还复达 但是乙数没有心 他都不重视长子名分 当时不是分身家分得多些 而是可以来代表他家族敬拜神 但是雅各 他虽然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但是有这份心 所以神不能容许 大卫也不是那么好 一个很政治性的人物 也有很多虚假 但是仍然大卫有一个心 爱神 当他见到哥利亚来挑战一帮子民 子民畏缩 为什么可以给这个外邦人来欲骂神 这个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说要为神来建圣殿 神不让他建圣殿 但他竟然仍然来到 为所罗门筹备很多的东西 他看不到圣殿被落成那种的荣耀 他分享不到当中的功绩 但他都完全全心的为神来预备 于是神就赐福他 当我自己的子孙 所以我弟兄姊妹 今天你去服侍神 不是说你有多少的恩慈 不是说你有多少的财干 不是说你有多少的财力 最重要 你是有没有心 为什么我会这么深地去体会呢 在录影之前几个小时 我就同住我两间教会的传道人 去看一个地方 我们想着再开一间教会 是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 有一个好的机构 他们有一个礼堂 可以坐二百人 他们想着给我们来带他们去做教会 很厉害 我们不单单略有一点力量 是没有 我们连力量都没有 在香港的教会普查 竟然在这09年的普查 就问教会 你预计未来五年 你要开教会植堂的呢 那百分比只有七点五个百分比 和再五年前十八个百分比 又多 差不多十个百分比 是少了一半以上 但是我们的教会 明恩堂 其实是一个独立的教会 但是我们十年之内 开了三间的教会 最特别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拍摄的地方 是我们粉领堂 我们其实都陷在一个危机当中 就是这个地方的租约 在今年之内会约换 我们不知道可不可以和当局 来带去逐租 我们只是放在讨告里面 但是我们今年自立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逐租的时候 我们就会即时的去开那间新的教堂 我们美恩堂呢 在06年的时候 就和领会一个机构 租过大概八千尺的地方 我们用四百万去装修 我们06年来带去年尾的时候 就预备入那个地方聚会 但是我们预备07年 就开社会服务中心 而现在我们正在用这个地方 就是06年的时候 又开始怎么样呢 就来带去想租这个地方 但是未成的 未签约 但我们就知道在葵涌 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做教会 而我们看到整个葵涌村里面 是一间教会都没有 于是我们怎样呢 我们不是略有一点力量 如果你的基督徒 我想你都会有这份体会 你这间教会要去搬堂 很动荡的 不知道搬了之后有什么情形出现 要几百万装修 又要开展新的社会服务工作 这个是以前没有的 好了你的分堂都未自立 又说要搬地方了 又要用不少钱来装修了 和他们的经济都不好 现在你还有机会开新的礼拜堂 你开不开啊 如果我们只是来去计算 我们的财力 甚至我们的人手 你一定会拒绝 但是 我是一个 不是很正常的人 我好心体会到这个神给我们的机会 是我们只是略有一点力量 但是神的力量和资源是无限的嘛 如果是神为我开的时候 开你就没有人能贯 神是一个丰富的神 神就会给我们力量 只要我们仍然是持守神的命 和你要遵守神的道 结果 我就答应了 于是 我们竟然在2007年 就开了我们的葵冲堂 我教会在執事 哇 很大压力 于是 我答应他们三年之内 我们不会再开新的教会 那么 我有手乐言 但是 在10年 三年期 一满 我就已经在上水 又开多一间教会 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 香港教会历史里面 我们这间堂会 十年之内开三间的分堂 我当然我绝对不是为自己 来带人去扩张我们的势力 不是 而是我们为神的角度 现在 我们又看到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在那区里面 竟然是没有什么教会 只有一间教会 那么 我们就觉得 那里的人流很多 很多人在那里带人去工作 还有我们都见到 我们自己的教会 有一班人 搬了出去那区来住 或者附近来住 那神又为我们预备的人 竟然是可以 给我们用他的礼堂 可以来做教会 他很乐意地给我们来使用 这个是神当我们的怜悯 于是我们略有一点力量 于是我们就去面对 所以请你为我们来祷告 我希望几集之后 可以落实了这个计划 就可以跟大家再来说 但是菲拉铁菲的教会 就是这样来提醒我 你要帮助我 神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你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命 可能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躺开的门 是没有人能关 这个很宝贵 原来当日他就要承担 向爱做宣教的工作 但不等于无难了 请你留意第九节 那撒旦一回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方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 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很宝贵 当时菲拉铁菲的教会 正正面对他们自己的同胞 犹太人的挑战 因为当时还有很多犹太人 不接受耶稣 就是他们的救赎主 是尼塞亚 他们虽然在这里聚集 但是神说 这群人不是我的疑慮 反而是撒旦一回 是什么 就是说大话 撒旦很喜欢说大话 这群人为了要陷害这群基督徒 甚至说大话 去迫害他们 使他们面对沉重的挑战 和迫白 但是神说 有一天我要这群人 在你脚前下拜 是什么意思 今天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将这福音传出去 叫人来信了主的时候 就粉碎撒旦的势力 撒旦就要在我们的脚前 来到下拜 是什么 就是要屈服在神的权柄底下 是何等的宝贵 但是更加重要是什么 就是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你想想 神 神将这麽重要的责任 给力量这麽微小的非拉铁非教会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代表了神对他的爱 当神爱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会把一个重要责任赋予给一个人 你重视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和他分享 很真 我自己都有二十几个同工 我会看到哪些同工是很认真工作 于是我会更加尊重他 就是刚才我说 我们会去看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开始 当然我自己先看 但我不是整班人 二十几三十个人一起去 我会先和一两个同工 先带他去看 看看他们大家是否同心 因为他们也是很热切传福音 他们也是很有心 不等于他一定要赞成我 有时他都会反对我 但我欣赏他们的生命 就是说 我为何在二十几个同工里 我先找两个同工一起去呢 就是代表了我对他们尊重和爱 今天神来到他去 互为非拉铁非教会 开一道的门 这个就是福音的门 为何不让老底家 因为老底家不冷不热 他们没有任何的功用 但是非拉铁非教会 却不是这样 所以神给他这个机会 就证明一件事 就是神爱他 我自己都很心体会 神他很疼我 其实我不配的 我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神可以让我 在不同的媒体里面 你也是去服侍他 说他是广播 只是声音 说他是文字 近期我都为了一份报纸 很好啊 但他每逢星期五 就会有个基督教版 神又给我有机会 来和他写一些文章 每隔一个礼拜 就会写一些文章 我回应时事 如何来看我们的信仰 又让我可以 在另外一个 基督教的周报里面 每个月有一篇文章 跟他们分享 神很疼我 我录影完 今晚一刻 就会对着一帮 吸毒的人 和他们的父母 来带他们去讲福音 讲报道会 就是叫他们不要放弃 不是我有什么好处 原来神可以用我的时候 是感谢 因为这个是神对我爱的证明 我以爱还爱 我没有力量 我有软弱 但我求神祢有洁正 于是神就能够用 我们为了非拉铁非的教会 而感谢神 我都很希望你的教会 就是非拉铁非的教会 大有信心 为神来带 去承担更大的使命 我希望你就是 非拉铁非教会里面的门徒 就是秉承神的使命 为神降一番大的事业 凭你的信心 好了 我们在下一次 看完最后的一段 神对我们来治福 非拉铁非的教会 非拉铁非的教会 感谢你 我们在下一次 可以吗